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诚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习治贤文》里面 《珍广习治贤文》里面有几句 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 我今天讲说 莫把容易得当作等闲看 有的人讲说 哎呀我上了这么多东西 你上了太多了 我来不及看 我说你来不及看 你去挑你想看的嘛 那将来有朝一日 你再想看你再回看嘛 反正这放到网络上 他就一直放在那边不会烂 那他讲说 你上太多了 你上太密了 他没办法看 我说那你自己斟酌 但是你莫把容易得当作等闲看 因为那都是我吃的残液 然后我吐的丝 简单讲就是我的产出是这样的 三年得两句一银泪装锤 我讲莫把容易得当作等闲看 我曾经讲过 我19岁曾经开过武馆 那时候比我大一岁的姐姐还在读大学 后来我武馆结束了之后 他大学好像还没毕业吧 他是读台湾师范大学 那他们有一门课叫做联课活动 联课活动就是将来你要到国中去教书 你到中学去教书的时候 你可能会身兼素质 比如说当导师 可能你还要兼什么 比如说联课活动好了 至少你要开班会嘛 那你至少你要带领这个班 这个班级的人你是吉任导师 我们台湾都叫吉任导师 在大陆叫做班主任 名称很高了一级 实际上我们就叫做吉任导师 那你可能当导师 你就跟学生互动机会很多 比如说开班会 老师一定要练习嘛 还有其他的游艺活动 比如说郊游录营什么 老师一定要参加 这就是生活就是教育嘛 那因此那个有一个叫联课活动的一个课程 那他当年那些教授已经跟他们讲 联课活动你们一定要有一个素科 如果你会书法 你就教书法 但是你要每一个学生都买好的笔 好的研台什么 来这样不切实际 所以你们尽量要什么 比如说最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我教吹口哨 或者是我教这个子哨 诸如此类的 或者我再教这个海螺号 像诸如此类 乃至于说你升月 这些东西不要花钱 也不要有道具 随身就是 比如说我教你如何打拍子 如何打鼓掌或怎么样 但是这些东西你要引发大家的兴趣 然后还要带动高潮 那因此大家就各 那个教授就跟同学讲说 你们各自回去想 看你有什么才艺 尽管死出来 就拿同学来试教 结果我比我大一岁的姐姐 他就想说 我老弟教武术 曾经开过武馆 然后他就 那个时代没有什么长途电话 长途电话太贵了 所以我们不会打长途电话 写信 他写信给我 告诉我说 他想教这个女子防针术 看我能不能帮他设计一个教材 然后教他 我说可以啊 你随时放马过来 我就准备 因为写信要寄信的好几天的事情 以前的人的时代跟古代一样 都有时间可以等待 于是他写了信之后 他利用春假行 春假行放了四天还是三天 我忘了 特别又买了车票 做了那个瓶块 还是普快 以前都是做那种 因为学生时代 没有钱嘛 坐那车 空中空中空中 一晃就要晃掉十几个小时的 那种车子 那坐那种车很累 因为你没有握铺 你就坐在那里 所以坐的会腰痠背痛 于是我就准备好了 我就准备好 因为他没有底子嘛 他不会下腰劈腿什么 这些东西他都不会 所以你只能够 你只能教他什么 教他一些擒拿啦 什么或者是一些打击要害的地方 尤其是擒拿必须要很有效的 于是他回来了之后 我就兴致勃勃 我就把那个书面 我都写好了 预备体操要做哪些动作 因为预备体操里面就有 支字型跑步 跑步要这样跑 就是用支字型 也是S型的跑 为什么 因为人家如果说在后面追你的时候 他抓不到你 如果距离很近的时候 你要闪他的时候 就要这样穿梭的跑 一面往前 那当然还有大叫 还有怎么样 那另外就是 你可能要把鞋子脱掉 如果你穿的是高跟鞋 你要把鞋脱掉 你穿着球鞋就不用了 你穿着不方便行动的 叫鞋子脱掉 等等等 这些我在十八九岁 我就很清楚 我这详列出来 他看了文字之后 他就很棒 好了 然后就要教他素科 教他素科之后 还不是我跟他对练 我还有个邻居来 他就来我们家串门 我的童年玩伴 练了一身肌肉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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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十档 来我们家 我就说好 那你就对他 结果把他弄得 啊叫啊 痛啊 痛啊 叫啊 他说啊 吴哥太厉害了 你把你老姐 教成这样的话 他将来怎么嫁人啊 那开玩笑啊 那实际上 我姐姐学了以后 我就说你用力 用到什么程度 人家受不了 他会拍你 拍你就投降 你要教他这个东西 啊 于是他在一天之内 全部学完 然后我再还复习啊 他大概放假 大概三天吧 然后来回 换换个十二小时 再回去 回到台北 啊 所以前面前后 各要扣掉 大概大概一天多啊 所以三天中间 大概就是一天学习 然后第二天复习 然后再来就是 我给他写的那个 那个笔记 我说你回去之后 好好抄一下 他的字比我漂亮 于是他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他就教这个东西 那联课活动 每一个人都要有节目嘛 然后于是 于是他就教这个 女子防针术啊 结果那个教授 当场起了大拇指 站说 这个很好 随手就来嘛 而且这个教材 不管文字 还是那个术科 通通都非常好 因此他博得他们家 他们那个 他们班上 那个侠女之名 实际上他根本没练过 他就是这样恶补一下 那但是呢 很奇怪 我在开道馆 他没有对我有所帮助 甚至也没有说 要介绍学生 或怎么样 都没有 那就是什么 典型的末把容易得 当着等闲看 而且他就 浪得虚名 一个侠女之名 实际上他没学过 就是我教了他一天 那同样的 我这张纸上面 有飞行 风浪板帆船 什么一大堆 还有武术 还有什么 一些乐器 什么玩戏曲 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我以前 2014年 在选举里长的时候 我特别硬的 才是硬刷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 我的孩子在18岁以前 高中毕业以前 我们家里的家教 我就教他们这些东西 我常常要告诉他们说 学这些东西都要花钱的 骑马射箭什么 通通都是要花钱的 你不所以不花钱 是因为我的关系 游泳风浪板帆船 这些玩意 如果你一样一样去学的话 你如果是工薪阶级 你恐怕没办法负担 但是你现在在18岁以前 我都把你教会了 高中毕业以前 那我一再告诉他们说 莫把容易得当着等闲看 那他们讲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是无所不能嘛 但实际上 像比如说乐器吧 中西乐器两套 你要玩哪一样都有 除了巴松馆 还有低音号之外 那我这边那个巴里东我都有 那你想要玩的东西都有 我这边国乐器也是一样 整个乐团 除了这个低音乐器部分没有以外 我这边大概应有尽有 就是你想玩 因为我童年的时候缺乏 所以我这样 但是我一再告诉我的孩子 莫把容易得当着等闲看 这离此一步 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 我常常这样讲 同样的我也跟各位朋友们 也这样讲 很多人讲说 我认识这个吴宗臣怎么怎么样 他怎么还厉害 我那没有用 白鸟在铃不如一鸟在手 这个一记傍身行走天下 就是这样 那这上面每一项都是一项玩意儿 都是这样的手艺 你学了以后就是你的 你没有学永远不是你的 我曾经讲过 不要夸赞自己的 不要夸耀自己的那个祖上 也不要夸耀自己的父母 我爸怎么样 我妈怎么样 都不要夸耀 那也不要夸耀自己的子女 我孩子怎样 我孩子当大官 我孩子当法官 我孩子当他们 当什么XXX的 或者是我朋友 年轻人知道我朋友怎么样 我常常在问一句话 你怎么样 你会这些玩意儿吗 不以内计 人以情分 所以这就是白鸟在铃 不如一鸟在手 这也是行文里面讲的 另外一个我曾经讲过 三十不好 四十不负 五十将寻死 里面我曾经讲过 有的人是上半夜忧人妇 下半夜探几穷 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 你如何比较重要 你如何踏出你每天的一步 吃喝拉扎睡 这比较重要 生命有限 那你如何运用 那才是重点 关键还是那句话 今天的主题就是 莫把荣以德当作等闲看 我就在这里 waiting for you 谢谢